我們年輕時都曾經渴望自由 很多時候都不明白 究竟兩代之間少了些甚麼 比利加的味道 全新環保特殊莊 雅姐請計堂 5時33分的時間來到風火台 今天分兩個環節和大家談談不同話題 第一個部分 和大家談談市場選舉方面最新的發展 今天多倫多市長苗大偉正式公開宣布 就是支持副市長彭德隆來到國族市長 似乎市長選舉 那麼多候選人都有不同的人士來支持 今天我來到這個下跌的地方 跟其中一位市長候選人 即選舉候選人 福特的Rob Ford 跟他見過面 也跟他聊天 經過說究竟他對接下來的選舉的信心有多大 以及特別在移民的問題上 我知道有很多評論 很多人都批評他 似乎不太喜歡有很多移民在多倫多 究竟他自己的看法和回應是怎樣 這個時候馬上去片 帶給大家粵語傳媒獨家的福特的訪問 多倫多市市長選舉候選人之一的福特 Rob Ford 今天下午 跟一班少數族裔代表見面 召開原卓會議 討論大家關心的議題 少數族裔代表們都提出一些他們的關注 包括移民的問題 另外還有公共交通、運輸、文化發展、藝術等等 各方面的關注 其實他的代表都有提出這個問題 而福特亦有一些解答 最大家關注也相信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交通運輸的問題 福特特別評論到現在多倫多公車局TTC的問題 他說到 雖然有些服務的質素不太高 但是始終是個管理的問題 這是管理問題 如果他們的搭配 管理者未必在做他們工作 這不是指控政府去管理 我擁護了它 但管理員們未在做他們的工作 可能是時候找到新管理員 所以我認為我們有些問題 但是TTC是複雜的 我做了自己的問題 但這不是很費用的 你可以償管它 我們有努力力去做 福特說公車局的問題始終是一個管理問題 管理不善導致公車局旗下員工出現偷懶的情況 服務態度又不好 所以這方面應該要有些改善 除了公車局外 其實整個運輸系統的發展 福特也有他的見解 如果玩 book李民武錄的支持呢 まず他們的會獲得到頓層膠營 我會說得到說實際能不能跟읍 隨時 мы持續保險 我覺得會成功大支要金 我們 велeni是集團的神租 在世界上的世界上 它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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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到 三到四年 然后我们再次 接下来 接下来 新的市场 我们必须 做 jobs 工作是最好的 社会 我设计 Woodbine Live 是正在 正在街上 他们的类型 他们的类型 我们必须得到 这个市场 那是一百万 一百万万 一百万万 我们也知道 我们所有人 要职位 但那是十一万万 那是很高 那是 1000人 年内的人 都否划 它有 是赞 市场 好像 什么 你准备 福特說他自己在公共運輸的政綱上比其他候選人更實際 另外說到新移民問題上 他希望少數族裔社區能夠向他提供多點意見 看看如何能夠歡迎更多新移民 另外在稅務問題上 福特拒絕承諾在上任後不加稅 這是不可能提供稅務限制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安全保障金 所以我提供稅務限制 這就是我所說 其實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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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時是有賺利的消防 我們有賺利的公共運輸 財力的公共振獲 有賺利的公共運輸 對這部分的公共運輸 所以我們要取得到 是你來自行的公共的公共運輸 有賺利的公共和賺利 有賺利的公共運輸 我們可以進來一 units,像柴梯遑 福特拒絕承諾加稅,道 dime 福特拒絕承諾加稅的原因是 現在市政府基本上沒有一個用來處理緊急事務的應付基金 例如遇到天災人禍 例如之前的大火 很多受影響的居民都是無家可歸 市政府也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給他們 所以他建議向私人企業買手 增加私人企業在這方面的參與 變成市民受惠的程度是多些 除此之外我也特別問福特本身的財政理念 我知道有些評論說福特財政上的政缸 似乎那些數字加起來不是很準確 也不是很實際 究竟他自己有什麼回應 是否只是在這裏煲大數 他們加起來 他們加起來 第一年是2.5%的 efficiencies 第二年是2% 第三年是1.5% 他們加起來 1.1 billion 每個月 每個月 他們會預約,肯定會有1.8%,我可能會有0%的資金增幅 但我不想驚訝人們的好消息,我不想預約他們一件事 然後才能夠補充,我可能會在第一年,但我不能說 如果我的數字都合作,我們會有0%的資金增幅 但你永遠知道,福特說他盤數的確沒有問題 若果一切按照計劃進行,在他上任後第二年 可以和大家宣布,是不會加稅 究竟是否真的呢?要等他上去才知道 另外,我又問過他的對手George Smithman 史振文,近期民意調查顯示,他的民網都在慢慢追上來 究竟福特擔不擔心,史振文會趕過他成為大熱? 不,不完全,只要是選舉日,如果你去選舉日 你去選舉日,你會看到多少人在支持我 有很多人在選舉日,只要是選舉日 只要是選舉日,我是家人 福特就說,雖然史振文的民網是慢慢追上來 不過他就不太擔心 始終最重要是25日投票那天 有多些人出來投票支持他 以及看現在的預先投票情況 福特說都頗樂觀 所以他就不太擔心其他人追上來 在問及移民的問題上,很多人都覺得福特似乎不太喜歡移民 甚至有些反移民的傾向 究竟他自己對移民的看法是怎樣 福特就說市政府管轄不了移民上的政策 不過我知道其實有些華人團體都很支持福特 阿里克先生想問你,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都不太擔心移民上的政策 福特就說市政府管轄不了移民上的政策 不過我知道其實有些華人團體都很支持福特 阿里克先生想問你 我知道你就是 你不太擔心移民上的政策 你一向都很支持福特 其實為何你會有這樣的藍場運動的決定 多倫多城市 很多市民在這幾年就給了很多的稅項 福特是一個很… 它的志向是一向都是消息政府的 還有每一個一分一毫都是為市民的著想 所以在很多多倫多市民 在服務等不同地方 這個政策是一個很好的歡迎 其實我知道其他的候選人 或者是市民新華 或者其他的市場候選人 他們的政策也有很多 即是他們的認識 其實你覺得福特的政策 有些什麼是給他們特別的 福特當然 第一,他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再加上當然他一分一毫要看 跟我們那些納稅的市民 就有個好好交代 Smithman和其他那些候選人 他們一個很好的說明 但是正正式式 他是怎樣賺錢出來 是不是說要賣多倫多 或其他地方才可以賺錢 或者一定是 像福特那樣 他說政府要省錢 這樣才可以 市民就不用要付這麼多稅 福特就跟大家親自解說過 在移民政策上面 財務政策上面 和運輸上面 他自己的見解之後 究竟你覺得 你自己怎樣去評價他 大家我相信 都心目中有數的了 還有究竟福特 可不可以說好像大熱姿態跑出 很快也知道 因為25號就是投票的日子 其實除了福特之外 現在指振文 或者其他的對手 似乎那個 momentum 慢慢都在提升上來 究竟福特接下來的勝算 那個如意算盤打不打一響 大家都拭目以待 這個時候 休息一會兒去廣告 廣告之後回來 跟大家聊聊第二個話題 就是溫家寶 接受美國CNN訪問 談及人權自由 究竟他現在看法是怎樣 回來跟大家聊